去年底花蓮县各个公共图书馆 陆续被妥书籍用的紫外线除菌机 虽然在过去的使用率并不高 但在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升温后 不仅是外界书籍回到图书馆内都要进行消毒 民众也养成随手消毒书籍的习惯 只要等待40秒钟就能够顺利完成消毒的作业 让内外业都能达到除菌的效果 来避免民众把病菌带回家 拿起书本放置在紫外线除菌机当中 等待40秒进行消毒再放回书架上 这是目前图书馆处理外界书籍回到馆内时 要做的标准SOP 为了防堵武汉肺炎疫情 文化局图书馆做出了防护准备 包括尽管的民众 我们有一个单一的出入口 会对民众测体温 体温如果超过37.5度的话 我们就会劝导他就医 然后禁止进入我们图书馆 那站在第一线就是先防堵这样子的一个病毒进入 那针对整个图书的流通的部分 因为我们花莲县内是有通月流通的 那所以针对这样子回来的图书呢 我们都会先使用这个消毒机 先透过紫外线的消毒 消毒过后我们才会让他上架 那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图书馆本来 在每一个周一就是会修馆 这是我们的一个全馆的清洁 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清洁工作 我们是加强之外 我们还要做全馆的消毒 每天的那个早上9点开馆之前 这一个小时呢 我们也会针对民众使用医用手去碰触的地方 我们也会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 去加强这样子的一个消毒的工作 图书馆花费了三年时间 为馆内29万册图书装饰了晶片 大幅提升了图书馆里服务 防疫期间盗管人数虽然明显减少 不过借阅率却是不减 反正提高了二到三成 书籍在防疫期间成为民众的最佳伙伴 文化局长江岳成也欢迎民众 在借阅图书馆的阅读资源 要尽量使用自动借环书机 预约取书柜等设备 来减少非必要的与人近距离接触 谢谢徐立琴 华联市报道